倆女子叫通胎经济啊 看看谁想到达中间 那肯定是前面的呀 他跟前面的 那不一样 你叫车给他炒了不走了吗 他跟丢了 跟谁跟丢啊 跟他 我不跟他 我又不是隔道路 人家表发收集 他便开车 人家17岁都跟大事啊 我才摸大事摸几年 我说他几年前开始摸这个车 几年开车 他还是几年才开 当然他以前都开始啊 你看路边那个吃饭的 左边看看右边看看 娘子云 大年就要化妆了是吧 我看他云的那眉毛苗的 口红吐的一个半截的 大家可行啊 大年他车 那几乱小门子也不 八周也不给人家管 过不去了 走不去了 好吧 一个红筒将你甩过去了 再也捏不让他吃了 嗯 捏不让不捏 走了 跑了圆圆了 哎哎哎 这大街煞轻了 咱们等着来 往右边道 边道呢 我不是吃醋吗 咱再边道往右走 右转右 看大街在这儿拿弄一点 稍微慢一点 放入一粒 在这儿拿弄一点 慢点慢点 哎 晒啊 哎呦 停的劲也挺辣 这儿拿着 打了 可以 他不是这包一袋吗 来帅哥 好 又来个女司机啊 放开了 你敢去那大姐 那大姐都是 哎帅哥 不会 我都是哎 好好好 办公司的时候 要因刹车踩住 拿着手上 大姐都是哎哟 哎帅哥 帮一下忙啊 不会 河南人不会 大姐估计听到吗 听到了 刚刚没看见 有个骑摩托车的给他送我一个摩托车的 送饭的 应该送饭的 好 他下来了吗 走走我给你开拦了 他人家没下来了 走 没下来 没下来 别走 大姐停那里就是送饭的 哎呀好我是康康 两个女司机开两个集装箱 去送箱子 少家 同台竞技 这个就够的 我就问你一下 人家大姐的车往那一停 你抄人家的车 你怎么好意思啊 那他停车不走 我还不能走吗 哈哈哈哈 他又不走 我又没想吵大事啊 他不走那咋能啊 你说 那我不能不走吧 我总得要走吧 你说你是 九屋后的司机 这九屋后的啥意思啊 就是九五年后面了 是不是一九九屋 那个一九九屋 对啊 你说啥意思啊 你这广熟啊 你有啥证据吗 有啊 有啥证据 那需要啥证据啊 那审分证不都是证据吗 我说九屋 我还有人不信吗 找你比较老啊 那来叫我看看 你说我验证一下 验证啥 验证啥 验证你的审分证啊 可以可以 咱去 我验证一下啊 这个派审分证都算了 这个毕竟个人因此 创造网上不好看 这个前两天 欠欠不是去左转执行吗 左转的时候 他看他堵车 他执行了 扣了两分 罚了一百块钱 这个 看一下这个前前 这身份证号 就是驾驶证号吧 驾驶证号上面都有年龄 这个一九九五 一九九五啊 专家车型A2 这还能有家吗 这准家 这公安局发的 能有家的吗 好好好 公安局发的 这个整局那个 再给你多扒几个哈 哈哈哈 前前去处理违章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啊 那个办理违章的工作人员 看他这个女的 他说你开大车吗 前前说对啊 他说那个办理违章的工作人员说 你把你的资格证拿回来 让我看一下 刚好天天没有带资格证 本来我们处理违章是不要资格证的 工作人员可能看来是个女的吧 拿来看一下 也是秉着那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呢 我刚找到驾驶员 看了脚子上脚子 马上上岗了 我看镜子正好 你说说了吧 看镜子你看不嘞 看镜子咋看不嘞 你看镜子看不嘞 他有反差 好好好 看镜子你看不嘞 我直接看镜子 看镜子不好视 那剪头往哪里剪头走 你怎么开啊 慢了开啊 走 走 走